昨天是我和杨曼的七周年结婚纪念日,天快黑的时候,她竟然提前出差回来了,这无疑是给了个大大的惊喜,小别圣新婚,整个晚上我们都几乎没睡,特别的疯狂,第二天上班,小姐的时候,我感觉有点不对劲,竟然隐隐有点刺痛,后来,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,到中午的时候,我痛得都不敢小姐了。 而且,还伴有一些别的不可描述的症状,我吓得不轻,忙去了附近的一家诊所,开诊所的姓张,是位六十多岁慈眉善目的老爷爷,道德诊所,却见里边穿着白大褂坐着的,不是张爷爷,而是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小妹,小妹告诉我,她是张爷爷的孙女,张爷爷有事出去了,今天由她坐诊,然后,便问我, 是不是得了难言之隐,我心下已惊,红着脸问她怎么知道,她便得意地笑说,别忘了,她可是张爷爷的孙女,只看我近来时走路的样子,她就知道了。 不过,她还是得先给我做个检查,才能对症下药,我更加尴尬起来,脸都红到了耳根。 不过,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,跟她去了里边的房间,她一番望,问,问,切之后,这才带着我从里边房间出来,给我拿了药,走出诊所,我心下便泛起嘀咕来。 刚刚张爷爷的孙女给我检查时,百分之百肯定地说,我这种病只会通过性传播,一定是我在外边乱搞惹的。 可我一向都洁身自好,从不背着杨曼乱来,杨曼出差这半个月,我更是强忍着,连用手都没舍得,一心只盼着等她回来,把储备饱满的最好的我自己给她,可杨曼昨天刚回来,今天我就得病了。 我能不对她产生怀疑吗?接下来,我的心情非常糟糕,但我却没有打电话拿杨曼试问,她如果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,我即使问,她也不可能承认,我打算暗中调查,下班之前,我拨通了杨曼的电话。 我告诉她,公司突然安排我去工地,接下来的几天,我都会住在工地上,只能辛苦她接送雪儿上下学了。 雪儿是我们的女儿,今年六岁,刚上小学一年级,我故意对杨曼撒了谎,我不想她知道我被惹起病的事,这样也方便暗中调查她。 杨曼在那边挺舍不得我的,说出差了半个月,好不容易昨天才回来,今天就又要分开,我正打算安慰她几句。 她却又笑说,让我放心,别牵挂家里,她一定会照顾好雪儿的。 她会和雪儿在家,盼着我早日回来,然后,又说,时间差不多了,她得这就下班赶雪儿学校去了,便在那边挂断了电话。 我正准备也离开公司,打辆车去雪儿学校悄悄地跟踪她,我的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,来电显示,是我表姐打来的,我表姐在花园新村开了家成人用品店。 她经常在忙不过来的时候,打电话叫过我去帮忙,我忙接通了电话,果然,电话刚一接通,我表姐就在那边,问我有没有空,她有个顾客需要送货上门, 我能不能赶过去帮下她,我连考虑都没考虑,便答应了她。 我扫了辆共享电动车,刚赶到我表姐的店里,她就把一个打包好的电动玩具递给我,让我送儒家酒店208号房去。 儒家酒店没多远,也就十多分钟就到了,我敲了敲208号房的门,门很快便开了一道缝,门缝里伸出一只女人的手来,对那只女人的手,我忍不住就惊诧地睁大了眼睛。 那只手白净细腻,只如包葱,手腕上有块小小的红色胎记,犹如一朵小小的绽放的玫瑰,这胎记我太熟悉了,熟悉的我不用再往门缝里看那女子的脸,我就能准备无误地判断出,她一定是姚盈盈。 姚盈盈跟杨曼一样高挑娇好,长发飘飘,是杨曼最好的闺蜜,姚盈盈没有拿到玩具,忍不住就把门更加打开了些,手也更加伸了出来,我这才回过神来,忙把玩具递到她手里,转身便匆匆地陶冶式地离开,我怕她发现门外的事我尴尬,我刚钻进电梯下楼,我的手铃声就响了起来,来电闲事。 竟然是姚盈盈打来的,看来,尽管我刚刚逃得如此匆匆,姚盈盈还是发现了我,我犹豫了好一会儿,才接听了电话,也欢,求求了,一定要替我保密,千万别告诉任何人,尤其是我老公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只要你替我保密,我一定会给你个意想不到的惊喜,还会告诉你个大秘密的。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我挂断了电话,这天晚上,我表姐出奇地忙,接下来,我又帮她跑了不下十次送货上门,最后忙完时,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,我表姐便没让我回家,而是请我吃了夜宵,去她家里住了一晚。 第二天,快中午下班的时候,我又接到了姚盈盈的电话,她在电话里说请我出去吃饭,还说我如果不答应的话,她就到我办公室里来找我,这个时候,她已经在我们公司楼下了,我便指的答应了她,出了办公室,下楼而去,处的公司大楼,远远地便看见她在那边的一辆红色宝马车里,又是按喇叭,又是对我笑的。 她长发飘洒,戴着墨镜,看上去挺,气质挺高贵的,如果,不是昨晚亲眼所见,我做梦也不会把她跟那个背着老公在如来酒店,和别的男人开房的女人联系在一起,我快步过去,上了车,静静地坐在她身边的副驾驶室,她启动车,向前飞渗而去,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,轻轻扬起她飘洒的长发, 丝丝缕缕缕的轻扶着我的脸,柔柔的,香香的,她身上还有种特殊的香水味,也悠悠而来,一时间,我心里竟莫名地荡起一股很微妙的感觉, 接下来,很奇怪的是,她明明说请我吃饭,一路上经过了好几家餐馆或酒店,她却都没有把车停下,最后,她更是把车开进了绿地城的车库里,早就听杨曼说,他们家又在绿地城新买了套精装房, 但我还从来没过,看起来,她这是要带我去他们家新买的房子里了,难道,是她让老公在家里做了一桌好菜,要好好款待我,她就不担心,她老公会和我喝上几杯, 我喝得兴奋时,酒后吐真言,把昨晚看到的是,对她老公说出来,她也不说话,只是很好看,而又眼神特别地笑着下了车,我便跟着她下车,一直到我们,坐电梯上楼,进了他们家的门,她这才更加好看,而又眼神特别地笑看着我,告诉我,这是她自己私下悄悄买的房。 除了杨曼知道,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,她老公根本不可能会来,也不知道,她特别强调,她老公根本不可能会来是啥意思,不过,我还是扫了眼整个房子,三十两厅的房子,挺大的,至少一百二十平米以上,所有房间的门都开着,还真没看见她老公的影子, 甚至,整个房间里除了她递给我的一双新买的男士拖鞋外,再没有任何一件别的男人的东西,在那边的阳台上,摆着台跑步机,跑步机不远处的晾衣绳上,倒是有几件特别引人遐想的戴安芬牌子的内衣,在风中摇晃, 餐厅那边的餐桌上摆了满满一桌菜,还有一瓶酒和两个杯子,菜还没有冷,还萦绕着热气,看起来,她是在家把饭菜准备好,才开车去我们公司接我过来的。 接下来,我便跟着她去向那边的餐桌,刚坐下,她便打开酒瓶,要往我的杯子里倒酒,我忙止住她,说我最近有点感冒,吃了头包,不能喝酒的,我其实撒了谎,张爷爷的孙女给我开的药理根本没有头包,不过,我得提防着点,她是杨曼最好的闺蜜,我可不想酒后乱性跟她做出点什么来。 她也没有怀疑我,而是转身去冰箱里,给我拿了瓶饮料,她把饮料递给我,自己却给自己杯子里倒了满满一杯酒,接下来,我喝饮料,她喝酒,她一连敬了我三杯,说感谢,我昨晚替她保密,还希望我能继续给她保密下去,我便告诉她,让她放心,昨晚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,我更是个男人,不是乱咬舌根的长舌妇, 她便很开心地点点头,又满满地给自己倒了杯酒,一饮而尽,对我笑道,放心吧,我是说话算话的人,等会儿我一定会兑现承诺,给你个意想不到的惊喜,和告诉你个大秘密的。 我才不要她给我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,不过,我对她所谓的大秘密,却有点感兴趣起来,一会儿之后,她脱掉了外衣,说想不到这酒喝起来温和,后劲却挺烈的,这才没几杯,就感觉有些热了。 她这么一脱,不仅她热,我自己竟然也感觉莫名地有点热,想脱衣服了,可我明明没有喝酒,而是喝的饮料呀,也不知道是不是她脱掉外衣后,里边薄薄的衬衣,更加显得她身材娇好,前途后翘,激起了我的荷尔蒙的缘故。 我忙把眼睛闪开,只顾着低头吃菜,不往她身上看了,然而,很奇怪的是,我的身子还是继续在燥热,脑子里还莫名地有了些胡思乱想,我忙又给自己倒了杯饮料,我想借助冰冰的饮料,把身体的燥热和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压制下去,却谁料? 一杯饮料下肚,我那种莫名的燥热感和胡思乱想,非但没有被压制下去,反而更加强烈起来,去阳台那边吧。 姚盈盈这时,却又仰头,一饮而尽了一杯酒,放下杯子,对我笑道,去那边干嘛? 当然,是给你惊喜和告诉你那个大秘密了,姚盈盈笑道,然后起身,轻盈而又妖娆地扭着高挑娇好的身子,向阳台那边而去,我莫名地有点口干舌燥,不受控制地便也起身,跟在她身后,去向了那边的阳台,到的阳台,姚盈盈直奔那台跑步机,还一边姐衬衣扭扣,一边道。 她喜欢趴在跑步机上,昨晚那只电动玩具,她也特意带了回来,就放跑步机上的,然后,又既魅惑,又得意地笑问我,怎么样,意外不意外,惊喜不惊喜,我是感觉到了意外,但我半点也不惊喜,我反而感觉到了惊吓。 她可是杨曼最好的闺蜜,我怎么可以跟她那样?我若跟她那样了,岂不是受制于她,随时要担心她告诉杨曼,我还没开始着手调查杨曼背叛我的事呢? 我怎么可以反而先自己落下把柄?还有,张爷爷的孙女给我开的药虽然有效,但才服用了一天,我那见不得人的病根本就还没好完全,我即使想,也不能呀。 我虽然脑子里乱哄哄的,浑身还依然燥热着,但理智还是战胜了心魔,我更忙用力地咬了咬舌头,用那种突然而起的剧痛,让自己更加清醒,然后,转身便走。 他愣了愣,挺惊叉的,他大概想不到,都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了,我居然还能忍得住,更距他于千里之外,等等,就算你不需要我给你的惊喜,难道,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大秘密,你也不想听吗? 他忙急急地叫住我,有话就说,有屁就放,放完我就走。 我背对他,语气冰冷地道,猜猜这是谁给我的? 他竟然自晾衣绳上,取下剑袋安分,一边在我眼前晃,一边记得意有神秘兮兮的笑问我,猜不着,也不想猜。 嘻嘻,你见过他的,就是昨晚你在儒家酒店看到的那个胖子。 哦,原来这就是要你要告诉我的所谓的大秘密,很遗憾,我半点也不感兴趣,还有,送你剑,戴安分你就跟他去开房,你是不是也太? 我忍了忍,没把那个剑子说出来,你是想说我剑是吧,有人比我更贱啊。 知道不知道,这剑戴安分其实是谁的? 说了,我对这些是不感兴趣,猜不着,我也不想猜,这下,我可以走了吧。 嘻嘻,是吗?如果,我告诉你,这剑戴安分是杨曼的呢? 啥?好好看看吧,实在看不出端倪,你也可以拿鼻子上闻闻。 他却更加笑道,把手中的戴安分递给我,我疑惑地接过那件戴安分来,前不久,杨曼三十岁生日,我确实买了件跟眼前的戴安分一模一样的戴安分,送给杨曼。 可杨曼不是告诉我,前不久晾阳台上被风吹楼下,他下去捡食。 发现一只流浪狗,正闲在嘴里跑远了,他便没追回来嘛,我忍不住嗅了嗅手中的戴安分,还真的有一股很奇异的香气,那不是任何香水的味道,那是残留着的杨曼与生俱来的奇异体香。 我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,要不要一起欣赏这个,里边会有你更加意想不到的东西呢? 姚盈盈这时,忽然又递给我一只U盘,更加得意而又嘲讽地笑道,我一把自他手里抓过那只U盘,但我没有去他的书房里打开电脑一起欣赏,我转身恨恨地快步离去,回到公司, 我第一件事,就是反锁了办公室门,打开电脑,把U盘插进去,打开,U盘里是几段视频,我逐一打开,视频里全是杨曼跟一个胖子男人在一起的画面,不同时间,不同场所,甚至连在游泳池里的都有。 杨曼穿着比基尼,把肌肤如雪的娇好身材,全都暴露了出来,拍摄日期最近的一段视频,竟然就在昨天。 视频画面里,杨曼和那胖子男,正从一家私人诊所里出来,杨曼把长发飘洒的脑袋,特别温柔,而又幸福地倾靠在胖子男人的肩上。 胖子男人,却是把一只硕大的魔爪露上他纤细的腰肢,两个人看上去煞事亲密,在杨曼手里还提着纸装着药的口袋。 我一下子就再一次想到了我染病的事,我也是昨天去私人诊所拿的药。 感情,他昨天也发现自己染病了,他还和那个胖子男人一起去拿过药。 昨天,我下班之前跟他通电话的时候,他竟然对自己染病的事讳莫如深,闭口不谈,一个字也没有提起。 其用心可想而知,很明显,他的病就是被那个胖子男人惹起的。 他怕我知道,他被别的男人染上了病,他又把那病传染给了我。 我恨得咬牙切齿。 我要找到那胖子男人,我要灭了那胖子男人,我要一脚废了那胖子男人,让他做太监。 只是,我又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所有视频,反反复复,连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。 但,遗憾的是,我却并没有看到胖子男人的脸。 很明显,这是视频拍摄者故意为之。 也不知道,拍摄视频的人是不是姚盈盈,但就算不是姚盈盈,姚盈盈能搞到这视频,就说明,姚盈盈与视频的拍摄者一定认识。 我再也无法做到冷静,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,我当即便拨打了姚盈盈的电话号码,姚盈盈居然没有接。 我又接连打了好几次,她都没有接,最后,她甚至还关了机。 感情,这娘们就是故意的,她一定料定我看了幽盘里的视频,会接受不了,会迫切地想知道那个胖子男人是谁,会第一时间便发疯了一般地给她打电话。 她就是要我疯,要我控制不住自己疯子一般的情绪,又亲自去她的家里找她。 然后,达到她刚刚没有达到的目的,我却忽然冷静了下来,我没有又去姚盈盈家里,我还没有将杨曼跟那个胖子男人捉肩在床,我不能自己先犯错,给杨曼留下把柄。 接下来的几天,我向领导请了假,我天天都悄悄地跟踪杨曼,然而,一个星期过去了,我却没有发现杨曼有任何一样,更没见到个他身边有任何胖子男人。 不过,我没有放弃,同是男人,我太了解男人了,我就不信就算杨曼耐得住寂寞,那个胖子男人还能忍得了。 总有一天,那个胖子男人一定会控制不住,又主动来找他的。 有一日,我忽然接到了文静打来的电话,文静是我在公司里的美女同事,文静在电话里问我在哪,说有人托他将一件东西转交给我,还特别叮嘱他,是件很重要的东西,最好是能尽快交到我手里,我挺疑惑的。 我去公司建了文静,文静递给我一个文件袋,我回到办公室,拆开文件袋,竟然发现,是我们是中心医院亲子鉴定中心,出具的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书,报告书的内容,更是让我震惊,让我心如刀割,让我出离愤怒。 这是份有关雪儿的亲子鉴定报告,但鉴定的却不是我。 也不是杨曼跟雪儿的亲子关系,而是雪儿跟一个叫欧阳强的男人的亲子关系,鉴定的结果,更是显示,那个叫欧阳强的男人,是雪儿的生物学父亲。 中心医院是我们是最权威的医院,没有之一。 这样的权威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,根本不用去怀疑,雪儿出生那天,我全程守着,更不存在报错的可能。 那么,只有一种可能,杨曼早在怀上雪儿之前,就背叛了我。 而那个让他怀上雪儿的男人,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胖子。 不但跟他关系密切,还跟他最好的闺蜜姚盈盈,也在酒店开房乱搞的胖子。 也是那个把病染给他,他又再染给我的胖子。 适可忍输不可忍,我一定要让杨曼付出代价。 我更要杀了那个胖子。 这时,我的手机铃声响了,来电显示,竟然是姚盈盈打来的,我接通了电话,我还没来得及说话。 他就在那边特别讽刺地让我这就立刻马上赶回家去,一定会有我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话一说完,他就在那边挂断了电话,好像生怕耽误了我赶回家去的时间那般,我心里莫名的就有了种预感,让我激愤,让我咬牙切齿,让我无名夜火熊熊燃烧的预感。 我当即便出了公司,打了辆车直奔家里,道德家里,我轻轻地拿钥匙开了门,我果然听到卧室里传了嬉笑声,我怒不可遏,上前一脚便猛地踹开了卧室门。 卧室的床上,杨曼正在往身上穿一件红的似火的戴安芬的内衣,大片如雪一般的肌肤全都露了出来,在他旁边背对是我做这个胖子男人。 我依然没有看到那个胖子男人的脸,但我敢肯定,他就是欧阳强。 欧阳强倒是穿戴正旗,看起来,我还是赶回来的晚了那么一点点,错过了他和杨曼在床上肆意翻滚的现场。 杨曼被我的踹门声吓了一跳,雪白的郊区明显打了个颤,他慌慌地要对我解释什么,我哪里会听他解释。 我上前一步,直接跳上床,猛地一脚,便将欧阳强从背后踹了个恶狗扑驶,欧阳强面部朝下,重重地扑倒在地上,还没来得及挣扎着站起来,我便又骑上他肥胖而又弹性的身子,照着他头上就是一阵乱泉,杨曼吓得连衣服都没穿好,便上前来拉我。 他越是这样,我越是更加心头无名夜火熊熊燃烧,他居然还护着欧阳强。 他和欧阳强在我们家里的卧室的床上乱搞,被我发现了,他居然还护着欧阳强。 我更加咬牙切齿,目不可遏,我揪着欧阳强的衣领,把他翻了过来。 我照着他的当下,就要猛地一招段子绝孙脚。 我要把他变太监,我要他这一辈子都再也无法碰女人。 然而,我的段子绝孙脚刚刚抬起,我就愣住了。 只见欧阳强身上的西装已被我扯得凌乱,胸前的衣领更是敞开着。 我竟然看到,他里边也穿着件戴安芬的内衣, 跟刚刚我闯进来时,杨曼正往身上穿的戴安芬内衣一模一样的内衣。 红得似火,特别的耀眼。 接下来,我才知道了真相,原来那胖子竟然是个女的。 大学时,跟姚盈盈一样,同是杨曼最好的闺蜜。 大学毕业后,她回沿海的一座大城市继承了家族事业。 杨曼这次出差,就是跟她谈合作。 我闯进来之前,他们刚刚逛了商场回来, 正在卧室里是穿财新买回来的戴安芬内衣。 杨曼问我,为什么忽然就闯了回来, 还如此义愤填膺,不分青红皂白。 二话不说,就冲上来对胖子闺蜜动手。 我便将最近发生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 杨曼和胖子闺蜜也恍然大悟。 连连说,总算知道了真相, 他们一直都不明白杨曼怎么会忽然染病。 原来,都是姚盈盈背后在搞鬼。 原来,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欧阳强这个男人。 中心医院确实是我们市的权威,没有之一。 但那份亲子鉴定报告, 根本就不是中心医院出的, 而是一份假亲子鉴定报告。 姚盈盈之所以这么做, 不过是要利用我的手, 破坏杨曼和胖子闺蜜之间的友谊, 尤其是破坏杨曼和胖子闺蜜就快要谈好的合作。 姚盈盈是另一家竞争公司的代表。 只是,姚盈盈做梦也没有想到, 她会聪明反背聪明物, 费尽心机, 最后却落到了个非但没能拿下合同, 还永远地失去了杨曼和胖子这两个曾经的最好的闺蜜的结局。 费尽心机